退隐六年的吴启力再复出,一起黑群眉眼动人,首谈吴卓林改姓1973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的女演员吴启力,曾经被评选为亚洲小姐,年纸可谓之高。 早年他主演一圈,试验过多个影视剧,都有着不错的反响,刚出到两年的吴启力,就在1999年的时候,跟当时已经是这名巨星的成龙发生了婚案情,并且生下小龙女吴卓林。 当年他承受了很多的流言蜚语,因为本身就是自己的错在先,而且还生下了孩子。 据我们所知,成龙是不愿意承认这个女儿的,所以一路走来,吴启力一边要自己照顾女儿,一边还要承受舆论的压力。 有的人说,他这事就由自取,但是更多的是,他自己觉得值得就好。 近日,吴启力刷出了一组照片,是他和很多人一起手,放在一只猪身上的照片,并且配玩新剧理想国开进大吉,这就是他们的开机仪式。 这可让很多人都炸过了,退隐六年的吴启力再次付出,是因为缺钱了,或者是觉得,自己还有一定的魅力人气。 可是不管怎么样,他能够再次出现在荧幕前,应该是走出了当年的阴影,照片中的吴启力,这一细黑群,十分美严动人。 还是当年的那个亚洲小姐的样子,岁月似乎对他格外优待,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。 退隐六年的吴启力再付出,一细黑群美严动人,守堂吴卓林改姓,其实早在九月份的时候,吴启力就开始再为付出做准备了。 在好友的鼓励下,他走进了摄影棚,穿着一细十分性感的红裙,拍摄一组性感大片。 我们可以看到,他还是那么漂亮,对于这样的吴启力,大部分的人还是支持的,因为能够走出来好好生活,都是希望他能过得好一点,在开机典礼上面。 记者肯定也会问一些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。 比如说女儿这方面,早年的吴卓林不仅公开出轨,而且还发布了寻父亲视频,公开认成龙为父亲,但是成龙本人对此没有任何回应,所以算是吴卓林单方面认父,不免让人议论纷纷。 不仅如此,小龙女吴卓林还把自己在社交网站上面的恩进吴,改成了恩臣,成龙对原名是臣长生,而吴卓立表示,这个恩不一定是臣,女儿最近开始信仰禅,一心向佛,所以是差也说不定,对此,大家都是各种猜测,但是吴卓林本人没有说明这是什么,所以到底还是没人能知道是什么意思。